我要傳說至少要告訴他你要寫入吧 不是讀取吧 那我告訴他你要寫入至少要一個位元吧 那這至少就要一條控制線 但是可能會有更複雜的情況啊 那你要有幾條控制線啊 OK 對 那控制線的多寡不一定 搞不好我只要一條就夠了 但這個是太誇張的情形 那一般來講可能 10條算是很正常啊 OK 10條控制線很正常的 好所以如果以這個例子而言那就有74 好74條 好所以這是一個 這已經不是一顆cpu了 cpu在這裡 所以這是一台電腦 OK嗎 那請問 電腦的這一塊各位應該很多人都看過對不對 電腦的這一顆各位應該都很多人看過對不對 請問電腦的這一條在哪裡 你現在電腦里面的這一條到底長在哪裡 會流牌是什麼東西啊 對對對 那它長在哪裡呢 上面那些金屬線啊 上面那些金屬線啊 可是你沒有看到一堆金屬線浮在空中啊對不對 那那堆金屬線展開哪裡 主機板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會流牌就是主機板所代表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看 一台電腦 你看到主機板其實 他大部分都是會流牌 除非他接出來 插cpu OK那 還是會流牌啊只是他把cpu插上去啊對不對 那如果插記憶體 還是會流牌只是把記憶體插上去 那如果插會讀卡 就是 會讀卡就是輸出錄裝置 OK嗎 會讀卡本身就是輸出錄裝置 好那真實的電腦更複雜對不對 他有 南北橋 對不對 OK 南北橋 我忘記哪一個是快的哪一個是慢的 所以我記不得 北橋是快的 所以北橋應該是接那種比較快速的周邊裝置 對不對 那南橋是接比較慢速的 比較慢速的 周邊裝置和比較快速 比較快速像會讀卡 OK那一定要很快 那比較慢速的 像 滑鼠 鍵盤 這些慢速的 OK 所以兩個 速度不一樣 所以區分開來 不然成本差很多嘛 對不對 你都用快的去做 成本有差 對不對 所以當然是區分開來 好 真實的電腦就會更複雜 我們現在 最簡單的電腦不用那麼複雜 反正 我們也不需要便宜 因為我們不量產 我們根本就不生產 所以沒關係 好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你看一顆CPU 你要認識它 當然你可以從剛剛的架構 但是那個架構通常很通用 那如果你研究 細的架構的話 你會覺得 哇這個 像 PC的那個南北橋啊 之類的那個 整個 圖 你會覺得 哇怎麼那麼複雜 那 最簡單的方法 你從指令級下手 你就會發現 這是一個 不會太複雜 但是也 每一台CPU 都不一樣 這個不一樣的原因 是因為 它整個設計 都落實在 它的指令級裡面 對 它為什麼設計那樣的指令 其實 是跟它整個 CPU的設計搭配 所以不一樣 待會我們會看到一個圖 像那個 AARM的CPU跟Pentum 這種CPU 會有什麼差別 你從它的指令級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它有四大類指令 第一個是載入儲存 LOD 這裡是縮寫 LOAD LOAD的縮寫 儲存ST STORE STORE的縮寫 那ATT 就加法 SUB substract 減法 SOR就SOR 就互刺貨 SHL SHIFT LIFT 就是往右 往左移 那ROL ROTATE LEFT 往右旋 旋轉 往右旋轉 那 JMP 跳躍 JGT 有條件的跳躍 什麼條件呢 GT GreaterLand 大於 大於的時候才跳 JGE 大於或等於 柴跳 Great OEQUAL 那 PUSH 堆疊指令 推入 PUP 堆疊指令 取出 好這樣你就會看到 OK CPU 雖然它已經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了 但是最後我們還是給了它三十幾個指令 那如果你去看 你去看那個Pentum呢 你會看到一張指令表 非常非常長 那 大概 應該有接近500個指令 不確定 不確定 反正指令表很長 應該不會超過256勒 但是我印象它真的很長 所以我沒有算過 好 那這是CPU0的詳細的指令表載入儲存的部分 LD載入 ST儲存 LDB載入一個Byte STB儲存 抱歉那個 門沒關 STB儲存 一個Byte 可以感覺出來 為什麼要有Byte版本嗎 不然如果你只要儲存一個Byte的時候該怎麼辦 你不能用LD也不能用ST 那 另外一個辦法是你先讀一次 然後把它 只改掉一個Byte再寫回去 這樣就很麻煩了 所以還是 給它一個指令 雖然我們盡量想讓它簡單 但是 為了32個元而言 還是得多出這兩個指令 多出這兩個就不止兩個 你想想看 有 暫存器版的載入 什麼叫暫存器版的載入 你看來就知道 這個LD呢是 RA這個是暫存器A RB是暫存器B 那這個A和B都可以是 0到15 其中的一個 那CS是個常數 所以這是載入 載入他是把 RB加CS當作位置 然後載入到RA裡面 好 所以是RA等於 RB加CS 括號 括號是 裡面是記憶體位置 然後這個括號代表取出那個位置的內容 那取出來之後放到RA 暫存器裡面 那這裡呢 暫存器版的就不一樣 它的這個CS呢 被另外一個暫存器所取代掉 感覺得出來嗎 它兩個參數 通通都是暫存器 它沒有常數 好這樣設計的 有很大的好處 因為你CS呢 因為你CS呢 在這裡 呃 範圍應該是在 我算算看喔 16個位元 CS只能是16個位元而已 所以它 不能表達超過 32768的常數 不能 但是如果你 你的 這一個改成一個暫存器呢 它可以表達到4G 所以有差 這是範圍上面 所以為什麼要這樣設計 因為範圍上面就是有